出生于吉林 小时候的她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主持人 但是她却阴差阳错的进入了演艺圈 18岁的时候出演了电视连戏剧痴情不改中的女主角 从那时起走上演艺之路 并创作了数十部经典作品 她不仅拥有着爵士的容颜 而且演技还非常的好 她出演的每一个作品都会让人印象深刻 甚至有的观众被她饰演的角色都被带入剧中不能自拔 其实最让观众记忆游戏还是她出演的一些反派角色 一直过了很多年以后还是给人留下甩不去的阴影 这或许是杨童书一直火了几十年的一大原有 她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演员还做过主持人 当年李静怀孕期间杨童书就曾代替过李静主持过超级访问 之后还主持过央视的影视同期生 由此可见如此出色的杨童书确实让人嫉妒 然而在她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的时候 却被媒体暴露出在拍戏的时候意外怀孕 怀孕后她并没有打掉孩子而是选择生了下来 然而对于孩子的亲生父亲她却只字不提 关于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外界的猜测越来越多 到底是哪个男人呢 为何如此优秀的杨童书宁愿放弃自己的事业 不求名字也要为他生下孩子 杨童书为何对这个男人如此的痴情呢 伴随着这些问题杨童书已经走过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因为孩子他的事业大不如前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他也没有向外界透露过一点的信息 如今的杨童书虽然说已经45岁了 但是他看起来依然非常的年轻迷人 据了解杨童书现在很少出现在工作的场合 他已经转战了商界 而且还是有名的爱心大使 不过呢 关于孩子的身世如今仍然是个谜 我们也期待这个谜被揭晓的一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